9月7日 生日快乐 伊丽莎白仪式Elizabeth 伊丽莎白仪式Elizabeth 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之一 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成就 伊丽莎白仪式于1533年出生在英格兰 成为亨利八世与安妮柏林的女儿 她的童年并不快乐 她的母亲被处决 父亲多次换妻 但这并没有阻挡她继承王位的道路 1558年伊丽莎白仪式登基为女王 她是伊丽莎白王朝的创始人 统治了英格兰长达45年 在位期间 她有效地稳定了国内政治 并引领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 身为聪明才智出众的女性统治者 伊丽莎白仪式充分发挥了她的领导才能 她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包括经济发展 教育改革和国内安全提升 她坚持国教改革 并推动英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使英国成为当时海上霸权 伊丽莎白仪式的统治 展现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优势 她以坚定的领导力和智慧管理国家事务 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她的统治表明女性也有能力担任国家领导者的角色 并且可以有效地执行权力 此外 伊丽莎白仪式的统治 也对女性权力的观念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她通过其强大的个人形象和成功的政策 打破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所面临的限制和偏见 她的成功证明了女性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取得突出地位 并为其他女性提供了勇气和动力 追求更多的权力和自由 伊丽莎白时代亦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时期 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繁荣和艺术创新 使英国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伊丽莎白的皇室庇护大大促进了文学和剧院的发展 这也为当时的女性文化复兴提供了机会 伊丽莎白仪式以果断而明智的外交政策而闻名 她成功地避免了与敌对势力的冲突 并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她还因在1588年战胜了无敌舰队 而被赋予了海洋女王的称号 这次胜利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 此外伊丽莎白仪式还是伟大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之一 她支持文学剧院和音乐的发展 威廉莎士比亚等许多文艺家都受到她的保护和支持 然而伊丽莎白仪式的一生并非没有困难和挑战 她经历了内外威胁 其中包括与竞争对手玛丽斯图亚特女王的斗争 以及宗教上的分裂 然而她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她的国家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决心 伊丽莎白仪式在1603年去世 她的统治为英国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她被人们视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之一 9月22日,生日快乐,麦克法拉蒂·麦克尔菲拉蒂 麦克法拉蒂·麦克尔菲拉蒂 是一位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生于1791年 他被誉为电磁学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法拉第从小就展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但是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富裕 未受到良好的教育 然而他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通过阅读书籍和亲自实验来学习 虽然法拉第没有得到足够的正式教育 却成为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实际上他确实也时常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优秀的实验家 1812年法拉第进入伦敦皇家学会工作 担任化学助理 并在自学的基础上得到了正式的科学训练 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让他在学界崭露头角 法拉第在电磁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他提出了电磁感应定律及法拉第定律 描述了磁场改变时产生的电动式 他还研究了电解池和电解过程 对电化学有重要发现 此外法拉第还研究了静电学 电灯电化学等领域 并发现了一些重要原理和现象 他对科学传播和教育也非常关注 通过公开讲座和写作来普及科学知识 麦克法拉第的一生充满了成就和贡献 他的工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被誉为电磁学之父 他的探索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是我们值得学习和敬佩的 9月29日生日快乐 恩里科费米恩-Rico Fermi 恩里科费米恩-Rico Fermi 是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以其对核能核裂变的研究而闻名 费米出身于意大利罗马 在意大利和美国的科学界都有重要影响力 他在23岁时就成为了意大利仅有的 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 费米在意大利圣克拉拉天文台 和意大利物理学会进行了重要的研究 他对宇宙射线提出了重要的理论 并在实验中首次证实了这一理论 这项发现奠定了他未来在原子物理领域的声望 1938年 费米因为自己的猜测 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人造裂变变反应 这使得他成为了核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并未开发原子弹奠定了基础 他也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成员之一 该计划旨在研制原子弹 费米还对中子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得出了许多关于核分裂和中子态的重要结论 他提出了费米效应的理论 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子与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 除了在科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外 费米还在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曾任教于罗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并与学生和同事们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恩里克·费米在其一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物理学和核能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才华和应用科学的热情 使他成为了科学界的杰出人物 并对未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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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